原来大家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的 那些关于吃饭 睡觉 谈恋爱的花瓶新闻 才是真正会被时间碾碎的东西 而有生命赋予角色的灵魂 是永恒的 哺耳疫 味党 我好像看到她了 就在观众习的最后一拍 她就那样看着我 眼神很温柔 我估计啊 你就是太想她了 才会有这样的幻觉 但说真的 你刚才发言的时候呢 我还蛮感动的 真没想到 一还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么有内涵的话 她当然说不出来了 其实那些总结 都是我想的 颁奖典礼 总得给她博点面子吧 原来是这样 不过 她确实有表达过 这样的观点 只不过她的说法很粗陋 需要我这样的嫌妻 给她加工一下 行了 时间差不多了 送你回家吧 天诺哥哥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你确定吗 确定 行 那我先去找坎爹了 你自己注意安全 有事打给我 放心吧 走了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易太太和易先生的博客 第二百九十八期 今天 易先生有回到易太太的身边吗 答案依然是没有 我现在呢 在芒果电影节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看这是什么 就在半个小时前 易涵拿到了芒果电影节最佳男配卷 让我们一起恭喜他吧 易涵 易涵 剩下的路分开走 易涵 易涵 易涵你在哪儿啊 易涵 易涵 易涵你别感动了 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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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天都在找你 我们一时 我们一时走过的那些路 你一时过的那些地方我多少遍了 可是我就日没有找到你 我 没有 我真的很想 你 那天又无数 不爱你的朋友 你知道吗 你做到了 你拿到属于你的脚 但是你绝不属于我 像浓风没吹勾沙云 想跟你一起走 我以为 我以为没有你的认识 我依然可以好好地做自己 依然可以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甚至做更好的自己 我发现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 我知道你现在在黑暗里 但是只要你愿意走出来 就会看到光明 我可以永远陪着你 直到生命的尽头 摩登 你 说不出口 顾好藏着温柔 想沉默一首 从不会把内心弹漏 仿佛被诅咒 再多人围绕四周 你回来了 能不能别走 不懂你